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掘各种有趣的小秘密 小阿 你看现在都经典了 你忘了我们今天会有新的任务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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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忘所谓公寓散提示必先立体器 我之所以会迟到 现在我花了时间准备哦 哦 你准备了什么 看 我准备了食物来补充精力 我也准备了雨伞来防雨晒雨淋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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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说了 大拇指 你在哪里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来了 来了 我早就到了 哼 都是小恩的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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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不会了 呃 大拇指 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在你们出发之前 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四大方面 说到住 新加坡人口有超过八成住在政府组屋内 你们知道政府组屋是哪个政府机构规划信件的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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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交发展局 答对了 政府为了解决房屋问题信件的组屋 如今新加坡有超过一百万个组屋单位 散布在全岛二十多个市政 建屋发展局是在一九六零年成立的 那你们知道在那之前是谁负责发展公共住屋单位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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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我不知道 呵呵 这可好倒你们了吧 在建屋发展局成立之前 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成立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负责规划人民的住房问题的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找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新建的第一批公共住屋的项目 哇 听起来有点难度 大拇指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呀 对啊 对啊 比如说靠近哪里 还需要什么标志之类的 好吧 给你们一个提示 这个地方靠近牛车水 找对了地方 你就会找到我博学多文的朋友 他会祝你们一臂之力的 祝你们好运咯 博学多文的朋友 什么朋友啊 喂 大拇指 多说一点嘛 哎呀 大拇指走了 你问再多也没有用 大拇指说在牛车水 那我们就去牛车水吧 等一下 大拇指说的是靠近牛车水 也就是说不在牛车水 也有道理 那我们先查一查 看牛车水附近有哪些毒蛆 看 派向用场了 有了 中巴鲁 那里靠近牛车水 那里有这么多组屋 你怎么知道是中巴鲁呢 哦 我婆婆的朋友住在那里 我记得那里的组都很矮的 只有几层楼 以前的组屋 那里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组屋一样高呢 所以我肯定是在那里 那我们就去那儿走一趟 好啊 小恩 大拇指说如果我们找对地方 他的朋友就会在这里等我们 让我们认识这个地方 你确定我们找对地方了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错吧 可能他也没有看到我们 那边有让我们去问问吧 OK 请问你们是大拇指吗 大拇指净多吗 小拇指就到了 哦 请问你们是大拇指吗 你是小一跟小恩吗 我等你很久了 你是大拇指的朋友吗 是啊 我是婷婷 是研究新加坡历史的 曾经帮新加坡文物局 研究中巴鲁的历史 讲了就冰了 也讲去地方了 什么是中坡 中坡是个人的名字啊 哦 新加坡改良信托局呢 在1927年成立之后 在中巴鲁建了这个名宅 你知道第一座是哪一座吗 你会这么问 我猜是那座吧 大牌55号 对不对 对啦 这里还有另外一座呢 俗称叫五楼的 它名声很响亮 你想知道它在哪里吗 想 这个呢 就是以前的铁窗 这是原装的 哇 然后这个是后家的 哦 那这里就是第78座了 给你看一下 这周围这里 多大的一座 少到那边去你看 那你从高空看下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马蹄形的一座屋子 是当年很特别的哦 这座78呢也是中巴鲁最大的一座 也是当年最高的一座 所以叫做五楼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带你们去看 好啊 走 走 我们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防空号的外面了 为什么他们建一个防空号 这就是因为当年呢 日军打新加坡的时候呢 就有飞机下炸弹嘛 那这些居民呢就要往一个地方去躲 那这种防空号呢就是来保护这个人民的 就是新加坡唯一一个防空号吗 应该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记载 这个是当年唯一政府建给那个居民用的 那其他的防空号呢就是那些人呢自己建的 刚才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组屋外观的设计非常特别 其实中巴鲁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你一直都可以看到这个战前跟战后的建筑 战前的建筑呢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呢这些建筑呢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是已经被列为这个国家古迹 已经是受保留的主屋区 那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有很多我带你去看啊 嗯好啊 走啊 诶 你看 里面的楼梯你看它弯上去了 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要是那个炸弹下到这里来 要躲那个炸弹就可以往这边跑 因为它转那个弯那边就安全了 那炸弹炸到的东西就不会飞到里面去 那如果有炸弹 这个旋转楼梯也可以挡吗 应该是可以的 哇 那是旋转楼梯啊 这就是以前的旋转楼梯 从到顶楼到那个第一楼 好高啊 这里呢 就直通到那个后院 对 以前的后院呢 他们也是在后院躲这个炸弹 那这个中巴鲁的建筑方式呢 就是采取这个英国的小镇的格式 有这个固形的楼梯啦 路台啦 圆形的柱子来增加这个立体感 那你猜猜这一座呢 它的外形像什么呢 我觉得它好像一束船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人身体的样子 其实呢 这一座呢就是很有名的飞机楼 你看它外形像不像坐飞机 像 其实像耶 那边是飞机头 飞机翅膀 还有飞机的影形 对了 你看到外面的这个红砖吗 嗯 现在的政府组屋已经不用它来做这个外面的装饰了 那我已经带你们走了一圈了 你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组里面有旋转楼梯的设计 而我是第78座的房工好 还有还有 我最喜欢那个飞机楼 其实我知道这里的舒适中心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我看你们累了吧 我带你们去吃点东西吧 好啊 小恩 婷婷特地带你们认识中巴鲁 你却只记得吃吃吃 幸好你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大拇指卧也长了知识 原来中巴鲁住宅区是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新建的第一批公共住屋项目 在整体风格上 采取英国小镇的设计格局 建筑物通过无形楼梯 路台 圆形柱子等设计 加强立体质感 建筑外形模仿战前时代的汽车 客轮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流线型特征 另外还可以看到用红砖装饰的外墙 第78座地面层还建有防空好 是新加坡当时唯一建有防空好的名居哦 小恩 你知道吗 原来这些被保留的组屋是不会被拆掉的 对啊 我也知道 无论房子里面怎么装修 外观是不能改变的 这样才能够把这些独特的设计保留下来 对啊 就像我吃包子一样 无论里面是连笼还是叉烧 只要是包子 我都喜欢吃啊 唉 又是食物 我们去找大拇指报告吧 为什么那么不开心 我们可以一起去包子啊 我学多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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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学 来 不要进 我学 到我们 是 ok 来 step up 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我们可以一起 一起 我说而已 我之所以会吃到 再一次没问题 不要吃了 好 感谢观看